畫面中可以看到警方來到百貨公司樓梯間 找到了這名少女 直見她身上只穿了外套跟短裙相當單薄 趕緊把她戴上警車前往警局 帶你來看一段當時畫面 你住哪裡 平鎮 你怎麼平鎮跑在這裡來 打火車來 只是少女明明住在平鎮 怎麼會被民眾發現 獨自一人坐在中立區的百貨公司樓梯間 查詢事份才發現她是協巡人口 原來這名十九歲的王姓少女 在一月底跟父親吵架 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已經在外流浪三天 期間居無定所 也沒有攜帶足夠的衣服 這才會躲在百貨公司避寒 事後原警 趕緊聯絡少女的父親 到派出所協調兩人衝突 才讓少女願意跟父親回家 結束這場流浪禁魂季